欢迎回来 立委补选 当然还打得非常火热 不过今天五一农 去参加了一个捐血活动 但是上车去宣传捐血 却没有捐血 是不是怪怪的 看看这段画面 过去这个礼拜 许多的互动上面 或许造成一些朋友们的 不愉快跟不舒服 我也在这边跟大家说不好意思 也请大家多包涵 今天 来到这边 受我们林德胜里长的邀请 来跟我们的志工朋友们 打个招呼 跟我们李明们打打气 那非常感谢 其实每一位出来热血捐血的朋友们 都非常谢谢 特别是在今天天气不好的时候 还愿意出来 那我平时是有捐血的习惯 今天不会捐血 平常捐血 但今天不捐血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他是去捐血活动 然后他刚开始的道歉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几天连续 从一出场到现在 不停的跟媒体有各种冲突 从访问的时间 到媒体问问提他去质疑人家 是不是对方的发言人等等 所以他今天正式道歉了 不过到捐血的场子 不捐血这件事情 却是被这个 朱晓鑫就酸了 拍完帅照就走人 本质不OK 他说这不是第一次 过去在2020选战期间 吴亦农也是带了一堆记者 到现场拜访里长 结果拍完照就走啦 虽然里长气炸了 不是说要来捐血 一起来呼吁捐血的嘛 那么许晓鑫就酸了 两年风隔不变 不知道是回国了没 还很关心大家捐血的议题 那么选战幕后 好吧 吴亦农选到现在 是不是跟媒体有冲突 然后在一些的表现上面 被大家担心吗 那么所以 民党庄赶快派了 重要的人来帮他 这个庄人是谁呢 09万林非凡 要当作跟党庄的窗口 那么当然 这个威农自己回应这件事情 他就说 其实他本来就跟党庄 沟通顺畅的 记者就在问说 可是这样黄成国 帮你做主持运作 你这样会不会得罪他 被形容是过河拆桥呢 他就闪躲 他说不回答 他就说谢谢他指教 已经表达过了 也没有跟黄成国 这段时间做过任何联系 也没有要去 呼呼秀秀黄河的意思 所以是被下达风口令 要救生事了吗 还有一个人一起进来了 叫做文胆级的人 刚才特别问了亮哥 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厉害 空战策略第一次曝光了 还有资深的一位幕僚流导 是过去陈水扁的文胆 也帮蔡英文总统 2012年的文稿小组 是捉刀的非常重要的大将 这次来帮他当总干事 帮他的文稿跟策略方向来捉刀 是不是就有帮法帮他 把他带上正轨呢 因为他这一天谈的是政策 他还说我现在谈的是大政策 对手都完全没政见 所以他提什么 松山机场遗见 他的五项主张他批评 到现在都没有听到王鸿威 哪一点不认同不同意 只听到批评跟谩骂 那么不过其实王鸿威 第一时间就已经有回应 相关的问题了 包括三个成熟条件要有什么 目前只看得到逃机通车 另外的通签起为条件 他是没有看到这些条件 可以构成而已 不知道这个谩骂从哪里来 但是陈时中其实倒是倒带一下 七月份曾经讲过 松基前件是操作大于市政 选举的时候 是陈时中说这是操作大于市政 这不会是在选举的时候抛出来的 不过吴亦农就这样说 因为毕竟政府执政六年多 是交通部国防部都没有提过的 前件计划 这个时候突然提出来是一个创意吗 那有没有办法执行 该不该执行 其实本来就有讨论的空间 倒是王侯卉提出来是核能政策 核能政策这一点 吴亦农是完全不回答 当记者问说 核三场不在新北 是这个王侯卉说 你是不是搞不清楚 以为核三场在台北 新北 其实一直讲说侯友宜来决定 其实根本是在屏東 那是把胖胖胖当塑胶的吗 那么核二 核三场演绎 是王侯卉提出来的 那么侯友宜知不知识 不可行才重要 所以吴云郎无论如何 就只是拿侯友宜来 酸回去王侯卉的提议 但从来没有对这个证件 还有2025非和家园这件事情 提出任何的回应 当然今天有个最新 一早传出来的消息 还蛮奇怪的 就说蒋万安因为留任了 现任的环保局长刘明龙 以至于让有些基层很不满 甚至酝酿的刚才严重 酝酿者一尾不选 就要弃威投农 就因为留任的关系 有这么严重吗 说地方人士说 光基层清洁队三到四千人 加上戴政工 会有五千票八千票 留了这个局长 就会丢掉五千票八片票 不知道这个是一对 人士的一些想法 有不同的派系在争夺战吗 还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有这样的声音呢 王侯卉回应 他说尊重蒋万安小内阁的安排 还会倾听各方的声音 那么也不做评论 这个是吴怡农说 回归两个人的选战 看选民要听证件 还是只会谩骂的人 当然就是要把王侯卉锁定成一个 只会批评攻击的这样仇恨者 亮哥怎么看吴怡农选战选到现在 好像有新的人进来 然后想要帮他重新把选战地位 定位拉回来 有帮助吗 今天他早上出席中级里那个厂 林德胜是非常资深的里长 这也是我的好朋友 一定是他安排那个厂 让他去说话 这个当然他没有事先要准备去捐血 不过我觉得他刚刚对 媒体的发言还算得体 修正了 所以只是安排个地方 让他去说话 去面对媒体 应该是里长的一片热心 说实在 这可能不是他本来想要安排的行程 人家就说让你来秀一下 而且中级里有点偏绿 所以那边应该就是绿粉居多 我觉得吴怡农这次 又提出松山机长 我真的有点意外 因为这一区我选过 我跟你讲我2008年选 我也提这个证件 这个也不是我第一次提 第一次提的是李应元 2002年提第一次 那李应元之后 我选立委又提了一次 姚文志又提了一次 从2002到姚文志选举 民进党执政过两次 始终认为不可行 没有做过 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而且这个 那个时候松山机长 还没有那么多工人 现在是包括去中国大陆 去东南亚去日本的飞机 都是松山站 你现在怎么签 而且这里还有军机场 你不要忘了 越来越重要 美国的参议员就直接在松山军机场落地 你忘了吗 是 那个送BNT来的那位 Dunker 那个资深的参议员 就是从这里下飞机 我们总统还特别跑去跟他见面 在那里见面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奇怪你怎么还会提这个证件 这个证件已经 没有错 民进党一开始就觉得说 松山机场这么重要的市中心的土地 那块土地我坦白说 市值超过一兆台币 所以很多人当然会觉得 是不是严重浪费 可是经过了很多评估 真的签建非常困难 所以你就后来看到 不管是立法院的咨询交通部 都认为很难 国防部也认为不行 一定要有松山军机场 结果你现在还在提这个证件 就有点觉得 难道你没有看一下 过去那些回应吗 因为我是过来人 我是2008 我距离现在14年 14年前我就提这种证件主张 那个时候坦白说 环境不一样 比现在还容易签 那个时候松山机场 还没有那么重要 现在越来越重要 所以你这个证件 当然会让人家觉得 这难度那么高 而且你现在就执政 那你叫交通部回应一下 叫国防部回应一下 如果他们认为可行 那至少也是帮你助选 为什么不提 那阿中部长 陈时中来选台北市长的时候 不知道吗 他一定知道 因为帮他助选的人 很多人就知道这个议题 历年来的曲折 对不对 从李应元到姚文志 你看多少年了 对不对 2002到2018 所以这个议题坦白说 民进党已经 历经很多人的思考了 基本上就是接受现实 就是说 这个恐怕要牵走难度非常的高 可是他还是把它丢出来 的确 无论如何成本高各种的条件 但是不是不能讨论 惠文哥 这个明年三月南投还有一席立委要补选 那到时候补选的时候 看会不会像这样 每天这样子 吴宜农一个斯大格 王宏威一个斯大格 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是因为刚好补选这一区 在台北市 然后所有的媒体没事做 就每天去吵这两个 因为这席立委 他的任期就一年 2024的一月 又要再选这个 中统跟立委的选举 请观众认为我觉得这个 选择上是很简单 譬如说我左手边这位林振宇 我要投给他吗 不要 我要投给他爸爸 为什么 因为林振宇他根本没当过市议员 就跟吴宜农一样 吴宜农根本没有问真的 因为他是零 他是一块白纸 他就是因为他爸爸 靠爸靠他新潮流的态细 他才有得这个 吴宜农如果到立法院 他就是民进党 60几个拉拉队的其中一个 他就是投票表决部队 他是去当拉拉队 王宏我已经当了16年的 这个台北市议员 他有非常扎实的问证经验 他如果到立法院 他已经摆明了 他就是要去执行苏贞昌 他就是要去找陈明通的 他是要去监督政府的 我想请问这一区的选民朋友 只有你们有选票 你要选哪一个去当 这个一年任期的立委 你要选拉拉队 还是选王宏威 这个浅秋冬我补充一下 因为我对张敦涵讲 这个我是有意见 所谓的蔡总统的祝福 这个其实话中有话 你看赖清德在想的是说 选党主席 因为这很快 这1月15号就投票了 很快 赖清德选党主席 蔡总统会祝福吗 这我不知道 我都打问号 然后接下来是民进党的 总统党内初选 时辰大概是6月前后 明年的6月前后 总统党内初选 他会祝福吗 我也是怀疑 那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总统大选 时间点确定的是 2024的1月那时候会投票 蔡总统会祝福吗 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 这个是2020的1月11号 当时是胜选之夜 来观众朋友 导播拜托一下 你看 这个是817万票当选的 连任的蔡总统是这个表情 第一次当选副总统的 赖清德是这个表情 赖清德 你们当时出什么事 你跟一个塞面在这里 是什么意思 下面全部都是记者 中外记者会 国际记者会 你把这个脸是什么意思 你当选副总统 你这么难过 不然你下来换我当好了 你是在港口上 其实蔡总统的心头 在这张照片里面 但是显然不是赖清德 所以我刚才跟浅秋讲说 我不相信蔡总统会这样子 一路的祝福 你选党主席我祝福你 你党内初选我也祝福你 你最后选总统我也祝福你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个就不叫蔡英文 浅秋我最后一句结论 这个话我就记在你这里 假设赖清德当选的2024总统 我是说假设 观众朋友不要紧张 假设赖清德当选2024的总统 我跟各位讲 你会怀念蔡英文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意思 你会怀念蔡英文 蔡英文好烂 赖清德更烂 曾宇 但你们柯市府团队的一个局长 要留任会影响到 补选选局 有这么严重 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 他们抛出来的想要就是左右这一个的议题而已 因为其实坦白讲 局长然后下制到各个分区的分队 然后再到各个戴政宫 局长没有这么大的能量 有这么严重 其实我认为是没有的 是卡位战的概念 对 我觉得其实就是内部 可能是猪系人马 可能是马系人马 各个都要塞人进去回到台北市政府 其实坦白说刘局长我也跟他共事过一阵子 坦白讲他也算是一个蛮优秀的局长 那在地方上的安排上 我认为他算是还蛮公平得宜的 在地方上 比如说戴政宫 临时宫 这些等等的 其实大家都还蛮能接受他 那你说是不是因为这样子他的留任 就会输了选举 国民党你好不容易赢回了台北市 你确定你会让这件事情成真吗 会因为这样子就弃了王洪威 然后头农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丢出来大家来吵而已 然后我想要来说一下 因为其实吴怡农今天参加的 这个捐血活动 其实我也有到现场 我也在现场 你也没捐血 对 我也没捐血 因为我刚好惊起来 那没关系 那我觉得这个怎么讲呢 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 从吴怡农投入选战到现在 频频只要在荧幕上绝对就是失分 那失分又失血 你只好走一个民进党的温暖 来补补血 看这个就是这样 因为我到了现场 我看到了很多的领长志工妈妈们 换上了壮阔台湾的那个应援T恤 那就是其实坦白说就是 一个暖 给他一个温暖 给他一个暖流这样子而已 所以坦白说我觉得 不捐血可能有很多的理由 但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真正好好的宣传血库缺血 这才是你要去做的事情 身为立委你既然拍了照 拍了照你就要有这个功能 如果没有功能 你活该被人家骂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你要补血 补完血 找回同温层之后 你接下来该怎么做 这才是大家期待看到 吴义农的表现 如果你到最后只是拍拍帅照 帅帅的笑一笑 然后就像我们现场的 那个领长妈妈们 她说 我说你们是农妇是不是 她说不是 我是农骂 非常地骄傲说她是农骂 所以我觉得就是OK 你找回你的同温层没有问题 但是你如何让人家不说你是农包 你就会有这个效果 对不对 你既然拍完照了 你就要好好的宣传 血库真的缺水 拜托大家把热血 你壮阔台湾的团队们 大家一起来捐血也可以 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做好 那你活该被人家说你是农包 我想在最后补充一下 其实坦白讲我觉得 吴义农真的有点过河才巧 因为其实她说黄成国 他一路这样拉拔他上来 然后你用这样的方式 其实我要跟大家说 民进党内部自己本身就有联政条款 如果你曾经当过台北市党部主委的话 联政条款其实根本就是可以启动的 不需要用这样子过河才巧 把你的前辈把它弃之 弃之于无物这样子 我觉得这是吴义农 你一错再错 让你民进党本身都很难听你 很大的原因 所以她现在也在补血当中 除了在修改这些关系之外 跟媒体的关系也在重修就好 才会道歉了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